真的是太吓人了呀 今天我再跟大家强调一点 千万千万不要再把装肉盒菜的塑料袋 就直接放进冰箱里进行保存 这样长久下来可能会给您的家人 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前两天我一个同事发来一项市场调查数据 发现大部分人买菜回来后 都会习惯性的把装肉盒菜的塑料袋 就直接包着肉盒菜 塞进冰箱里进行冷藏或冷冻保存 看完后我真的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家庭对塑料袋的危害根本没有意识 如果您再不改变您的做法 长久下来等对家人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那真的是哭也来不及了 接下来我会教大家正确的食物保存方法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 化学研究的比较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塑料袋的材质 市面上的塑料袋基本都是聚乙锡和聚丙锡的合成类塑料 这种材质不仅仅是远远达不到食品级别 甚至处理不当 比如说 愈冷或者愈热都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而且这些小分子还会直接渗透进食物当中 肉眼根本看不到 平时也根本无法发掘 其中很多塑料袋表面都有化学残留 我们将塑料袋装着肉就直接放进冷冻室里 不仅起不到保鲜的作用 还会产生令你意想不到的严重危害 普通的塑料袋在低温的环境中它会变得很脆 在冷冻过程中会产生特别多的细小裂痕 一方面会导致肉类直接接触冷冻柜里 常年积累的细菌 另一方面 这些微分子会慢慢的进入肉里 并且像红色绿色黄色这种五颜六色的塑料袋 都是因为添加了着色剂 而着色剂里面有个物质叫本病笔 所以像你用黑色红色塑料袋冻入之后 你会发现肉表面发红发黑 那就是被染上有害物质了 现在你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厚怕 其实想要真正的存放好食物 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这一听好 点赞收藏转发视频给您的家人和朋友 方法就是我们需要使用这一款食品级的保鲜素封袋 它可以把食物密封封装 每个都有密封条 能够增强密闭性 防止食物氧化受潮 还能有效的减少各种细菌的滋生 而且这是食品PE材质的安全无毒无味 这样家里面用起来才是非常放心的 无论您放肉还是放菜都是可以的 并且分装过后 整个冰箱也非常的美观 你还可以把每顿要吃的都提前放好 再放进冰箱 这样做饭的时候也方便很多 如果大家想要 但不知道在哪买 或者说怕出门去买错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的小黄车 里面就有业内人士 一直在推荐大家使用的密封袋 趁着现在有活动 大家赶紧多囤一点 毕竟家人的生命健康才是最重要的